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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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写指尖黏了眉头的双花 写沧桑 为抱思念的马 写面唱情话 投射了天涯 带我去笑笑红尘醉一下 写那句再见 让你害怕 写下路 让相逢不能拔 写月的缺乏 长速在我踏 写风沙 吹成棉花 若遗憾是遗憾 若故事没说完 回头看 梨花已落千山 我至少听过 你说的喜欢 深情 只好欠他 鸽鸽�ön员 瞧 manag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合眉派到 请消大 必须派到 刀城主 灵堂主 副庄主夫人 换我刀三小姐 刀三小姐 灵堂主 今年的武林大会 在我们吴刀城 届时请一定要赏光啊 请 小人得知 把你看到 于子涵侍卫的事情 告诉于庄主 是 天下孤兜城城主到 刀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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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碧儿 你确信 不会出任何差错 青龙堂的人 都已经被调了回来 天罗地网 都在等着一浪 你 不要 这 这 这 你 不是 您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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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我先给你支血 我许 我许救我 救你 是庄主的吩咐 师妹回来了 是 我现在封住你的穴道 再封住你的心脉 此处太危险 你快带他离开 快带他走 我忠离无泪担保 庄主绝不会有生命危险 倘若是有任何的不测 还会有青龙堂上下几百弟子 陪他一起死 庄主 庄主 靖元王的侍卫黄从 到了苗河寨 什么 他们此行不善 我受众人推举当上庄主 今日 就算玉子涵回来了 你奈何不了我 更何况 一个区区玉前侍博 无需慌张 是 烈火山庄新任庄主 义庄主到 恭喜 恭喜阿贼庄主 多谢阿刀城主 鸿丰门掌门行将闭关 不宜远行 各备了份薄礼 恭贺义庄主 义庄主 我赤水帮帮主 有试远行 不能前来 特备一份薄礼 恭贺义庄主 江南水帮帮主 恭贺义庄主 我们 回去跟你们的帮主啊 掌门说 说这声恭贺 我一浪领了 回去也告诉你们的 掌门和帮主 该有的尊重 还是要有的 是 是 刀城主 庄主 安和公派人送贺礼来了 安和公嘛 赫公嘛 我这就带着弟子 去会他们 办 来者是客 这天下武陵 谁来 我灵贤秋 都无话可说 可这安和公 不行 灵堂主 安和公 绝迹江湖多年 如今重新出山 又没做过任何坏事 就不要再翻旧账了 我们的事 何时轮到外人插手了 刀城主 请自重 刀城主说得对 你 刀城主 庄主 过去 安和公是邪派 霹雳门 是名门正派 可现在呢 霹雳门都烂到 骨子里去了 安和公还在到处行善 世道变了 灵堂主 不能再拿老眼光看人 您忘了 我们有多少兄弟 死在安和公手中 那场大战 以安和公落败 退出江湖为结局 如此还不够吗 难道你还想再斗过 十年二十年 甚至上百年 还是义庄主 您示礼 去 把安和公的人 请上来 一朗 灵堂主 注意你的身份 是谁让他们在这儿等候的 黄侍卫 我问你 是谁让安和公的人在这儿等候 是义庄主 将他们都赶走 可庄主 弟子不敢 赶走 我会和你们庄主交代 这 你们这些姚女都给我走 回去告诉你们公主 烈火山庄和你们安和公 势不两立 赶紧走 好 我们进去吧 黄侍卫到 这是黄侍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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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渊王府侍卫黄从 见过各位英雄 我说黄侍卫啊 你也不遣人 先送个消息吧 黄某是奉王命的 来看看这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引得江湖各路英雄 齐聚此地 今日 是我继任庄主之日 来的都是恭贺使者 来人 赶紧给黄侍卫看座呀 不用了 我站着就是 王侍卫 王侍卫 你若不懈参与我们武林圣会 我这就命人带你下去休息如何 不知易大总管 为何急着将我赶走 这儿呢 是江湖 不是朝廷 王侍卫想要留下来 就得守我们江湖的规矩 不知 我何处失礼了 我是庄主啊 让你做 你就不能站着 易浪 你何德何能 做得起这个庄主之位 我听苗河镇的人议论说 你趁列庄主不在的时候 想要谋窜庄主之位 我也听说了 王侍卫 太不像话了 我受众人推举 名正言顺 何来谋窜哪 名正言顺 你有烈火令吗 烈火令早就随庄主 消失人间了 拿过来 这 这 这不是令火令吗 是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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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可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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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写给你的 是 是 搜 大小姐 什么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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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小小姐 还没小意思 对 我没大小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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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大小姐 烈火令乃是烈老庄主之物 你说他从何来 李如刻 你不知 易大宗管 看到本庄主还活着 难道你不高兴吗 易浪 恭贺庄主节鸿余生 你可知罪 不知易浪 何罪之有 易子 谋害烈老庄主 二嘴 陷害本庄主 三嘴 诬陷霹雳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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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诬陷了 是啊 庄主啊 你是庄主 若想要我的命 直接拿去 可你若想要诬陷我 那属下是断断不能认的 这三嘴可有证据 证据 证据 我来作证 是 封少爷 封少爷 这是封少爷 真的是封少爷 真的是封少爷 他怎么成这个 我作证 这是封少爷 易浪 对啊 是 明白了 你们这些人哪 传统好的想购陷我 这个人 刘庄主 既然是你们的家事 那刀某就不多留了 刀城主 你不能走 刘庄主 刀某人奉劝你一句 有些家事 最好关起门来说 不然传到江湖上 只会成为笑话 就算要自毁名声 但我今日还是要秉公出事 不但要责罚自己人 还要还霹雳门一个清白 霹雳门 霹雳门 所以 今日在场所有人 都要在场之证 还霹雳门一个清白 是 霹雳门少主下落不明 帮众寥寥无几 列庄主 难道真的值得为了他们 兴师动众吗 谁说霹雳门无人 这不是 雷少主雷精武 他原来在这儿啊 霹雳门就算只有我一个人 也还我霹雳门一个清白 踏破铁蝎 无觅处 你竟然在这儿 拿命来 大哥 住手 你放开 今日我要杀了他 替我二弟报仇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 出了庄我不管 但是在这儿 他是我的客人 你不能在这儿寻仇 好 那我就再多留他一天性命 雷精虹 我不信你那窝囊的 一直躲在这里 你放心 我跟你的恩怨 岂止只有这一桩 今日只要还我批里面 一个清白 我跟你的账 我们慢慢清算 算你是个男人 义大宗管 战风都出来作证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好 你认了 我认了 我认了 你可知你犯的是死罪 我知道 来人 将一朗拿下 班长 我还有话要说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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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杀的是个恶人 对 还听起来 还听起来 对啊 这种肯定有什么 这种肯定有什么 这种人是在动事啊 知道 还算不算是死罪啊 就是 我爹是武林盟主 是万人锦仰的英雄 你想要诬陷我爹 来洗脱自己的罪名是吗 不不不不 他不是英雄 我杀的是一个卑鄙小人 你若是再诬陷我爹 我就废了你 我说的就是你爹 当年 你爹为了独霸山庄 亲手杀死自己的结拜兄弟 湛飞天 我这是为武林除害 何罪之有啊 你休要血口喷人 你问问他 湛飞天是湛峰的父亲 你让他自己说 我就不信了他为了帮你 还能昧着良心说没有 江湖 不止战风能作证啊 在场的每位武林中人 你问问他们 知不知道这个传言 都只不过是为了 列明镜遮羞罢了 是是是 这江湖啊 哪有什么证啊 邪啊 胜者为王 败者 你爹他武功盖世 自然可以颠倒黑派 封住所有人的口 可怜了 当年暗夜罗为自己的姐姐报仇 被你爹陷害 你爹 暗和宫才是正啊 你爹 才是邪 你 你说错了 这是谁啊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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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何人 湛飞天并非死于列明镜之手 而是为了拯救上千的人命 被暗夜罗逼得自尽 而暗夜明因丧夫之痛 选择自杀 你非无山庄之人 为何会知道的如此详细 因为当日就是老夫 替列明镜挡住了暗河宫 我就是仁正 缥缈派 这是宗盛 你 这事儿就不如碰到派的人 你到底是谁 飘渺之日 飘渺修仙 不问俗事 除却天下大乱 生灵涂炭 否则绝不插手江湖恩怨 这些各位可都明了 老先生 在座许多门派 都受过飘渺的恩情 绝不会怀疑飘渺派 那便好 不许多门 列庄主 如今事情都已明了 就请您送客 清理门户了 想必听到这儿 大家都应该明白了 今日 我以庄主的身份 昭告天下英雄 列老庄主惨死之事 事宜浪所谓 与霹霖门无关 已浪所谓 与霹霖门无关 这就是大乱 这就是大乱 这才是一浪 这真是老子也是 不许多人 一浪 一浪所谓 为人真相 雷少主 一浪的所作所为 害霹霖门上下损失惨重 我愿出财出力 助雷少主 重振霹霖门 谢庄主 接下来就是家事了 诸位 请 诸位 既然列庄主已经这样讲了 就把你们今日所见所闻 如实地禀报给你们的掌门 是 是 是 一定 是 一定 是 是 一定 走 走 没想到 当场主 是 何事 当场主 救我 易总管 这是你们的家事 刀某不变坏了江湖的规矩 好 点火 没想到 管人 庄庄 庄庄 我认罪 我有罪 是我害死了老庄主 我对不住老庄主啊 我对不住老庄主啊 你杀了我爹 你以为我会原谅你吗 你以为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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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派人日夜盯着 一旦雷青哄离开烈火山庄 格杀勿论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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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还是你赢了 忠利无赖 你可想知道是谁下手杀的蝶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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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被庄主收养 我真是一字可他不信任我他信任你 他把最中心的青龙堂给了你 你给了我什么 二十年 二十年我做牛做马 我得到了什么 不过庄主心底 大小姐身边的人喜欢你 你凭什么呀 你哪儿好啊 你无趣 与福 武功也差得要死 所以 所以你就杀了他 对 是我杀了他 你说得没错 他一个婢女死不死 对我不重要 可他对你很重要 杀了你心爱的女人 我痛快 她是个忠心的奴才 一点都不怕死 但是我跟她说了一句 我说 要不然让忠利无恋来 陪你殉葬啊 你猜她说什么 她疯了 她骂我 她说 她说要是你敢伤害她 我做鬼也不愧犯过你 你看看 她连自己死都不怕 她却怕伤害你 好女人哪 因为你 死了 你不要逼我杀你 你不用逼我杀你 我不会动手的 我忠主 你 我忠主会出去你 忠主会出去你 忠利无恋 忠利无恋 快 众力乌类 众力乌类 一杯茶 一人鸿秀天香秀花红 众力乌类 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 这个很小很小 你帮我家小姐 探探消息去吧 干嘛不说话 说话呀 好不好嘛 好 想起那尘飞扬长剑年少歌狂 到头来怎滴答流水滴影千长 不过是昨日春便干枯自长 有意无意中只能追隐迷茫 可探那孤星相 新鲜一驰绕梁 中华作凉冰霜 流光大梦苍茫 不辨世人间春花秋月无常 天黑天亮见 顿目一笑 mansion 嗯 啊 嗯 来 庄主 灵堂主 快快请起 令某有眼无珠 竟然相信一浪这个奸贼 请庄主责罚 这也不能全怪你 连我爹都相信了他 林堂主 快请起 老庄主宅心仁厚 竟然被这个奸贼 蒙蔽了二十余年 令某一想起来 就为老庄主不值啊 这简直养了一个畜生 是他杀死老庄主 还有封少爷 竟然错信了他 弄到如此的一步 庄主 忠历堂主 一浪已关押在地牢 等候庄主处置 忠历老弟 这回你可立下了大功 还有你们青龙堂 也没有辜负老庄主 一直以来的信任 既然庄主已经脱险 属下也该攻城身退了 你要走 忠历老弟 你怎么也学 慕容堂主那一套 他是人老心也老 你还年轻啊 大有作为 说什么攻城身退 请庄主恩准 庄主 不用理会他 慕容伯伯 我回来了 他们都说 你已经退隐江湖了 那是因为老夫 不愿意和一浪 那个奸贼同流合污 可今日听说 他忠人庄主 我就赶紧回来 本想阻止他 没想到 丫头你快我一步啊 好 不愧是列明镜的女儿 有勇有谋 慕容老兄 你既然已经看出来 一浪是个伪君子 你为何不骂醒我呢 你呀 不撞南墙心不死 我不让你撞上一撞 你会变得轻 你还别说 还真是的 叶浪这个伪君子 竟然当着武林众人的面 竟敢让暗和宫的使者进来 我真想一刀杀了 这等小人 不必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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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历堂主 当初是你送我下山 如今老夫回来了 你还要走吗 你还要走吗 过去的山庄 江湖人都是敬佩敬养 可如今的我们 在百姓眼里 心同草寇 心同草寇 不 容历堂主 现在走 你甘心吗 三年 三年为期 三年后 老夫亲自送你下山 庄主 各位堂主 我列如歌定不负 三年中望 三年之内 我们一定会回到 从前的烈火山庄 回到那个武林第一世家 好 这山庄里的五个院子 凤院最为冷清 竹院最为静雅 松院最为安静 还有你住过的梨院 常年无人居住 最热闹的 当是我这个没愿了 朕没想到 今日他竟然比风院还要冷清 竟然比风院还要冷清 短短一世 不是你先走 就是别人先行 没有谁能陪谁到最后 你为何如此伤感 由坎儿发罢了 今日是收回山庄的大日子 我们实在不应该如此伤感 是啊 你们两个装什么丧气啊 我跟你说啊 回来以后 我装了几十日的抗坦人生 你瞧我 都够藏了 你们就别悲伤了 来 我们喝酒 今日师父大臭一爆 值得庆幸 来 少爷 来 给我吧 过去那段时间 我跟七少爷 就是这样相互扶持过来的 对 好了 别说了 我们去那边喝酒吧 好 走 来 少爷 我一会儿再叫人去热几盆探火 可以烧一烧酒 不用 你都会烈火拳 你还未寒啊 我们沐天席地 这样多快活 说得也对 是风少爷 师兄 让他进来 别让他进来 庄主的意思是 风少爷身上有伤 不宜饮酒 我的意思是 我不想让他进我的院子 我去 方才是谁 说今日可是山庄的大喜之日啊 我也不想啊 但是我一想到 他就是同谋 我就 未必是他情愿的 倘若是他情愿 听到如此真相 他早就自尽了 给他七天 让他亲自跟你说明真相 听到之后 你再决定如何处置他 不用急这一两日 你为什么一次次帮他说话 我没有帮他说话 我没有帮他说话 是你爹 你爹在你心里替他说话 今日在山庄众人面前 你将所有罪行都推给伊朗 没有揭发战风 不也是为了你爹吗 你跟我爹是如何认识的 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看起来 你好像很了解我爹啊 你们说我倒忘了 你爹与我是旧时 若论起辈分来讲 你得唤我一声舒服才对啊 我只是轻轻打了一下 至于吗 帮我揉揉 好痛啊 友情先生 你师父快不行了 是 我真不知 不知 你 你也不知 有人 你怎么说 救他做什么 他毕竟是 烈老庄主的义子 有他在 就还有机会夺回山庄 烈火山庄的名声 早已一落千丈 成为了武林效率 要他做什么 待你成为武林盟主 他们的生死 还不是你说了算 多亏公主照顾 刀城主 可否卖我一个不灭 三公主 刀城主 可否借一步说话 是 三公主 刀城主 可否卖我一个不灭 请讲 放雷精红翼马 怎么 很为难吗 杀地之仇不能不报 你我都是脚下尸骨累累的人 若要被人寻仇的话 哪怕千事万事都不足以偿还 我暗夜觉从不求人 今日话到此 刀城中自行颠凉 老兄 我明日要走了 你去哪儿 江南 不行 在这里你可以保命 你要是离开了 谁来保护你 你们没必要保护我 我 是兄弟就不要生长 我不想让竹哥担心 江湖儿女 何惧一死 难道我还一辈子待在这儿 兄弟 我敬你 虽然你也看不到 但我也干了这一活 你我兄弟后会有期 保重 保重 好 雷金虹 雷金虹 你也太不懂做客之道了吧 你就这么走了 也不跟主人道个别啊 你就让我走吧 我也没想留你 我要是你的话我也想做 可是这天色一晚又要下雨 我怕你冒着黑杆路会有危险 没关系 这样掩人耳目 安全一点 我先告辞了 大小姐 黄侍卫 雷少主 我要回王府复命 送你一程 我 那黄侍卫 是要一路将我从山庄 送回江南了 正是 你说你 不顾你自己也就算了 凤凰姑娘跟着你出生入死的 她要得到什么好处了 难道你就不替姑娘想想 还是大小姐更懂女人心 黄侍卫是一前侍卫 而且 这一路上都会有官府照应着 有他跟着你们 我相信 明路上你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好 大恩不言谢 列庄主 后会有期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广东 floating 双容陈寺 illa achie 국 中也好 一.? 又一声 生世 一次 便作废了生死 飞鸿跨雪 坠日天白思 同佳然而知 爱是指尖上月的词 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 前几人不知 拂不尽 这扑火褪鸡城市 我唯唯诺诺在这弹只 怕枉费一诗 不欲火 不成诗 在这点点道道的乱世 前几人不知 看不过 这扑火褪鸡城市 青山窗户海燃鱼皮 谁知才写你一次 不欲火 不成诗 不欲火 怎成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